飞行中的客机突然失控 机长赶紧试图控制飞机 但是不管他怎么用力 就是抓不到操纵杆 带着疑惑他来到客舱 发现空姐摊坐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气息 整个机舱里的乘客都变成了冰雕 而这架失控的飞机还在空中飞行 作为阴阳师的梅林 却能听见这架飞机的轰鸣声 就在这时 街对面一个男人张开双臂 从高楼坠落 但是楼下又什么都没有发生 梅林意识到这个亡魂想找他帮忙 这天梅林和丈夫打电话时 发现机长站在窗外 若有所思 梅林立马找到机长 并询问是不是飞机失事了 机长说道 飞机没有坠毁 还在空中飞行 梅林顿时感到震惊 还没有问出 哪个航班机长就消失了 他匆匆忙忙跑回古董店 立刻联系所有的航班 想确认机长所在的幽灵客机 但始终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就在这时 梅林突然听到屋里有急促的敲门声 他快步走向前去打开房门 结果却看见全身冻僵的空姐 梅林马上询问道 你是哪个航班 哪家航空公司 空姐却回忆起 他们的客机突然气压失衡 温度骤降 乘客们都无法呼吸 自己见状马上跑向机长室 并不断地敲着机长室的门 结果却见到了梅林 梅林再次询问航班信息 空姐告诉梅林 东运航空 395号航班 说完 便从梅林的身体穿过走向机长室 而此时梅林的丈夫打电话通知他 有一架失控客机正在朝着他们靠近 让他赶紧提醒广场的人群注意躲避 就在他刚刚跑出屋外时 客机席卷着大风突然袭来 只见一架客机从他头顶飞过 坠毁在不远处的树林里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又出现了震撼的音乐 梅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亡灵 内心既悲痛又惋惜 他来到事故现场 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遇难者的亡魂也在这里四处游荡 他们请求工作人员帮忙找自己的家人 但是没有人能听见他们 这时一位空姐走过来 梅林对空姐说 赶紧把大家集中起来 我帮你们一起走向光芒 但空姐却坚称自己并没有死 这些亡灵都不愿相信自己已经死亡的事实 第二天 调查组负责人马特找到梅林 他想知道梅林是怎么提前知道飞机失事的 梅林却告诉他 自己凭借的是特有的感觉 马特显然不相信 然而机长再次现身 要求梅林转告马特 找到飞机上的外流阀门 就能查明原因 但马特还是但信但疑 接着梅林独自来到救援中心 在这里 他见到了更多的亡灵 此刻 遇难者的亡魂 依偎在亲人的身边 无奈阴阳相隔 都没来得及和亲人们好好道别 看到这一幕 梅林将亡灵们 对亲人们难以割舍的深情进行传达 随后梅林带着悲痛离开的救援中心 就在他刚出门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一个人在他的耳边说道 然后就消失了 晚上调查组负责人马特显冲冲地找到梅林 因为他找到了飞机上的外阀门 他想让梅林找到机长再确认一下 经过机长对客机的外阀门进行仔细查看 结果发现是自己失误 导致外阀门忘记打开 客机在万米高空缺氧严重 在此环境中人只能坚持20秒 而机舱施压又导致气温骤降 他们先是缺氧晕厥 然后又被活活冻死 此时机长悔恨不已 真希望上天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但梅林只能表示遗憾 并劝说机长向所有不知情的遇难者 讲述飞机失事的原因 随后机长将所有遇难者组织起来 并大胆地向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失误 导致这次的事故他深表歉意 然而遇难者们却群情激愤 难以接受 纷纷指责机长的道歉微不足道 接着梅林站了出来 想要安慰他们的情绪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黑暗使者 他劝告这些亡魂不要相信梅林的话 光的另一边只有审判和惩罚 跟着他走才是最好的选择 说完这些亡魂的内心有些动摇 梅林看到后急切地说道 就在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强光 而大家脸上也开始慢慢展现出温馨的笑容 似乎很享受现在的每一年 接着机长和善良的亡魂们带着遗憾和憧憬 纷纷走向光明 然而黑暗使者却带着空姐 这些亡魂走向了黑暗 有多少人穷其一生不能释怀 又有多少人大难来时依然固执 有时人性的善恶就在一面之间